大家不知道看到這幅圖 不知道我們今天會說什麼呢 分數的形式 分數也有分三種大類別 第一分分數 第二假分數 第三大分數 這幾個名字要好好記住 因為之後我們也會用 真分數的特點 數值不大於1 即是它加起來 數值不夠1那麼大 而分母是一定會分子大的 它的結構是 上面是分子 分子下面是分母 看看真分數的例子 例如這個分數 讀作九分之五 下一個假分數 它的數值可以大於等於1 它的分母一定會小於分子 它有三分之十五 它這樣讀作 我們剛才說它可以等於1 百分之八 原來它是真的等於1 我們要注意 如果上下份母的數值是一樣的 它是等於1 最好 最後我們講一下大分數 它是有整數部分 還有一個真分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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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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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一記 好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 還有一個小測 還是要讓大家溫習一下 我相信不用了 我們要把上面的六個份數 歸類為真份數 假份數 和大份數 好 給大家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想好了嗎 那我們一起看看 第一個 九份之八 是一個真份數 第二個 十五份之二十七 是假份數 很簡單 最後的大份數 就可以是三 又九份之二 好 另外那三個份數 都是其中一個是真份數 一個是假份數 一個是大份數 甚至大家想不想到 好了 我們來檢查案 好了 真份數有九份之八 和四十三份之十五 但是假份數有 十五份之二十七 和二十四份之八 而大份數有 三有九份之二 和六有三十份之十八 好了 我們下一次 就是假份數 大份數的五花 拜拜